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大胖兔的频道 我今天早晨呢又去了Redding的四合行 华人超市 我就买了一些中国咱们吃的东西 反正我买次每次都差不多 就看看吧,鸡尾包罗罗 我每次都问那个姑娘是不是买的鸡尾包罗罗 我想她可能都烦了 我说不好意思,我不想买错 我下次拍个照片放我手机里 因为它有一种不是不带黄颜色的吗 这个酱油好像挺好的吧,离井剂 还有一种好像叫Cakingman 在英国也挺有名的 这个是老抽,就是我们的酱油 土名,土花叫酱油 这个呢是生抽 生抽呢,生抽可能就是淡一点的 给我感觉,好像都差不多 大概是Cakingman呢特别贵 我就不清楚为什么Caking 叫Cakingman那么贵呢,那个酱油 我觉得离井剂可能也是挺不错的 我以前呢还买 我看一个厨师就是上韩国 我还买了好几次韩国酱油 但是没尝出来有什么不同 然后就是八宝酱 两个八宝酱了 这个我最爱喝的 因为它是黑八宝嘛 我就感觉好像红糖浓重一点 这个佛手瓜 自从我去超市Morrison那个超市 那个有一个小妹妹告诉我 这是佛手瓜之后 我还查了查 我只要一上中国超市 就买个佛手瓜 我觉得呢 清热拜火 这时候吃这个还挺脆的 就是不甜 脆脆的挺好的 应该就剩下 买了这个小碟子呢 等着是烤鸭的时候用 待会把它刷一下 这个我也是经常买的 是一个写着韩国字 我还不认识 是张亚军 张军亚 可能是这个 这个小姑娘的名字吧 要不就发明人的名字 这个挺好吃的 脆脆的 好像是豆子做的 然后还买了 当然了 老干妈辣椒酱 这个是必买的 这个是什么 油辣椒 然后这个呢 也是我经常看我们山东的大酱 我打算做葱拌驴 我打算做这个炸酱面 是北京炸酱面 或者烧鱼也都能用它 这个呢 是我经常买的 Crab and Corn Soap 就是 我这个SOUP和OAP部分 反正就是汤 加上个蛋 加上点Crab Meat 加上点玉米 但是 我记得有一次 我在上海才豆呢 我指着那个冰糕 我说 我说师傅 我要买这个棒子的 然后我们家亲戚说 他说 他肯定是山东人 不然你说棒子 人家上海人 可能听不懂你是什么东西 这个手工麻薯也挺好吃的 我买的这是红豆的 我买过花生的 红豆的 芝麻的 这次我特别喜欢红豆和黑豆的 是这个 这个呢是赠的 就让大家看看 在时刻轮看 我在这说话 知道我在录像 帮帮帮敲门 吓我一跳 让我重新录的 吓死我了 找我在这 安静的说话什么的 别人使劲敲门 都吓我一大跳 这个是赠的 你看 这个就是蚝油 我今天去找 就是想买蚝油 我那蚝油又没了 两个蚝油 你看也是李锦记的 还有一种素食蚝油 我没觉得有啥不同 他送了我一个饺子酱汁 等着我尝尝 这个呢是 是Alvia Drink 就是芦荟汁 这个是芒果口味的 还有一个呢 是这种石榴口味的 这个小麻花呢 我也是经常买的 叫麻花 不是 就是拼音的麻花 就是麻花 甜甜的麻花 这个呢是鸭酱 是北京烤鸭 对我还买了个烤鸭 然后这个也经常买 这个辣椒挺辣乎的 能持续品尝时间 这是新拉面 偶尔的时候 万一来不及吃 咖啡的做油条 我是觉得吧 挺麻烦的 不爱做 挺懒的 这个得用很多油 我总觉得 我倒是爱吃油条吧 然后呢 这个东西在英国经常卖 就是下面带着水 这个东西很好长 它是这种微型的 我喜欢买 就是大大的那种 salad 大大袋子里的 这种的嘛 它就喜欢做什么 egg 做egg menu 做个 salad 放到面包里 带着去上瓣 我以前也自己种过 就是大的 味道更加强一些 这个比较的 mild 味道比较的 叫淡一些 但是有个问题 你得管好 你家的那个蜗牛 就是没有壳的 那个蜗牛 叫slug 它就好把你的菜吃得一干二斤 只剩下几根杆子 所以呢 这个东西也是我经常买的 就和绿色蔬菜似的 不过我 我就觉得这些东西不够我塞牙缝的 我一个人嘛 要是弄好料油 加上一点这个盐 我吃上十盒也不够我吃的 这么一点 一点点吧 其实 对 他买了一个烤鸭 这个烤鸭 我觉得挺划算的 它是一整只烤鸭 一个hold duck 一整只烤鸭 是我是花了多少钱 14磅 然后我就觉得今天晚上呢 吃半只 剩下的半只呢 明天可以做salad 你看我的葱就是这样 我这是从哪 它旁边有个大的morris 现在我去买的 这个就是这样 把它这个干呢 泡泡泡 切吧切吧 泡上两三千 挖个洞 中外边就活了 还买的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特别好吃 这个东西呢 烤烤放的grill 烤烤 它就和这个 它叫什么 叫large garlic coriander 蒜和香菜的这个 nambred 其实是一个印度的饼 但是烤一下呢 你吃卡利饭的时候呢 还有吃我们中国菜的时候 做一个 就和我们中国吃 北方人吃的馅头 还有比较类似中国的大饼 用大饼来说 其实更贴切 它比较大 其实就是个饼 但是呢 比那个饼呢 有flavor 就和葱油饼似的 它这个呢 就只不过这个香菜 香菜 蒜 蒜蓉 香菜饼吧 我给它请了 我挺爱吃的 就这么个东西 再一个呢 和大家介绍了 我还比较爱吃这个东西 感觉呢 感觉呢 就是意大利人吃的吧 意大利人是不是很爱吃pasta 这个就是hamma cheese 我还买了一个就是spinage 带菠菜的 加上那个酱料呢 给大家看看 就是小女孩的话 我感觉 一个人或两个人 吃这么一包就够了 差不多 给大家看看我的酱 酱呢 就是这样的 carbonera sauce 或者是买的这个 是叫cheese pasta sauce 这是拿到明天去吃饭的 给大家再挤 这个又打折了 这个是那个叫 叫什么呢 叫pizza pizza 要是有的时候懒得吃吧 它比较方便 对我还忘了和大家说 我还买了这个 就是草菇 有的时候炒stuff fry的时候用 这个白米醋 有的时候我查网上 他经常说什么 rice vinegar rice vinegar 就一些rice payo 这个呢 是我以前一个广东 一个朋友 他告诉我 他说 说橄榄菜特别好吃 就是吃方便面呀 还有吃 就是任何菜的时候 没有味道 我有时候要买些小炸菜之类的 放上一点 所以从那以后呢 我就开始吃这些东西 这个也不错 也是我强烈推荐的 给我感觉 就是我们 北方人说的炸菜吧 是不是在南方挺有名的 南方人都吃这个橄榄菜 再就是呢 这个打折了 我又开始 又买 又买这个tropocano了 但是问题就是 我上次买的那个 给大家说一下 任何口味的呢 我觉得都好喝 什么苹果呀 mango orange 都好喝 我不太爱喝 那个grippe fruit 我觉得那个grippe fruit 特别苦啊 结果 哎呦妈呀 到了 我又怪可惜的 挺贵的 我就 就喝中药似的 这个还行 就是我觉得 如果不喜欢苦味 就好像不喜欢 吃苦瓜的同学 就不要买那个grippe fruit grippe fruit 就长得和橘子似的 因为那个被我 被我弄没了 所以这次呢 我就只买什么 mango 对于apple 买这些 就是tropical flavor 买这些大 叫popular 比较popular的 这几个牌子 就千万别买 那个grippe fruit ok 就说到这儿 我在冰箱里就被 因为我 有的网友说 他说你这个购物狂呀 其实我吧 我也不是个购物狂 我就是有时候 爱忘事 就和买鸡肉似的 哎呀 可能没有了 我就冲出去以后 有没有 有没有 忘了 你就买虫了 所以我那冰箱 现在已经打不开了 就是被我塞满了 你看 我不是每个粥都去买啊 我一般一两个月 吃没了以后 我再去买 那像那些肉呀什么的 能吃一两个月呢 所以 也不是个购物狂 然后就是这个东西的 这个呢 就是 你看 我有一东西 扫 啊 no 看他坏吧 他抄我扔袜子 你说他什么人吧 可坏呢 他 他看我在这录像嘛 他可坏呢 他拿东西打我 看我 他打我 厉害 我忙得很 什么人 这个 这个吧 就是一个 我关上窗户 小心 他偷袭我 他拿他那袜子打我 然后这个 这个吧 就是 我吃烧烤的时候呀 或者是简单的 放上那个 放上那个蒸汽 蒸一下 然后这个比较好吃 我中午已经吃了一包了 他就是那个crisps 对我把拆开的那包 给大家看看 这是我比较爱吃的 这个呢 是印度的一个小 小的pop down的 也很好吃 crumb paste呢 就早上放到toast里吧 那么一toast 差不多在一分钟左右吧 不要烤 然后加上点butter 也是很好吃的 然后呢 我就打算把中午吃的 这些碗块呢 我吃了一个 我吃了一个 ham salad ham salad 就是ham salad 就是ham 还有这个大面包 虎皮做的大面包 咸嘴嘴的 挺好吃 和ham 吃了这么一个三明治 就把它洗一洗盘子呢 然后给大家看一看 就是昨天早上 昨天早上 我上班之前呢 发现一个小黑鸟 blackbird 不后来这附近 驻巢嘛 驻巢了以后 有一个小小鸟 小鸟仔 碰隆碰隆的 飞到那个 飞到那个gara这里边去了 挺逗的 我说 他不出来吧 不出来也不知道怎么飞进去 肯定就是从窗子里飞进去 我和史克郎说 我说那你戳他一下 把他戳出来 他说不行 他说他那么小 你戳一下 他万一得了心脏病 鸟还得心脏病 哎 笑死我了 反正我给大家看看 你还不会录制他 对 嗯 我说他有个小鸟 他有个小鸟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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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他有个小鸟 我说他有个小鸟 对对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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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 咦 咦 咦 你怎么会 小鸟才跑出来 我看着那个小黑鸟的 就是爸爸妈妈在外边是等着他 肯定也是他看到自己又在那 安全的飞走了 他才能走 我就看着周周围徘徊啊 给大家看看这个影片 OK 总之呢还是感谢大家收看 感谢大家捧场 我们想这个也不知道是咋弄的 警察 经常就是把自己割破什么的 后来一看 哎 我这是一看自己 哎 这是 这录镜了 一看这咋弄的 不知道 不管他 OK 我们现在说到这吧 下次再见 See you next time 周末愉快 周末愉快 马上又结束了 休息时间过得真快